大家好,我是地方大女兒 大家好,我是地方小女兒 大家好,我是地方小女兒 今天我們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進來囉 這個 科學偵探迷野真實 那妳要不要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套書 這套書內容大概就是說 超級偵探迷野真實 跟各方面都很普通的攻下偵探 要一起解決各種奇怪的謎團 她說目前已經出版九集 接著兩個畫畫篇 第五集會有點關聯性 因為明眼見實在找她爸爸 最後面會有線索 所以建議聯繫看 因為第五集已經找到真實的爸爸了 所以 這套書第七集就沒有什麼關聯性 上第六集就是他們受委託去一個小陣落 因為那個承諾有妖怪 第七集就是 電視台請 明眼見實去跟超能力少年比賽 這套集比較不一樣是上下集 故事是說 明眼見實他們居住的小鎮 被選為AI示範區 所以發生了很多AI的問題 明眼見實要去解決 因為這兩本書在講AI 所以會有比較多AI的知識 這兩本書放外篇 是說美西幫明眼認識 架了一個網站 所以你也真實要解決 人家委託的案件 因為每個案件沒什麼關聯性 所以每個故事會比較短 這套書會分成事件篇與解謎篇 事件篇就是事情的經過 解謎篇則是各個謎團的解答 事件篇跟解謎篇中間 會有一個小提示 那你不用用瞎猜的 如果真的猜不出來 就翻到下一頁看解謎篇 解謎篇都是以科學來解答 不用怕太不懂 像這一集解謎篇 穿牆把炸彈拿出來 就是靠大氣壓力 用一些機關 像這個 它就有附圖這樣講 那你覺得這套書這麼有名 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小孩寫光 因為它裡面的推理超級精彩 你又可以舉一些例子嗎 像是第九集裡面 它有一篇人類VSAI 我都想不出答案 你也這時間想出來 超級厲害 那還有別的呢 還有 而且它裡面的科學都很酷 有什麼樣的科學啊 像是第六集裡面 它說 在那個很冷的天氣裡面 把熱水潑出去 就會變成一片一片的雪花 超酷的 可是最早的時候 我買第一集跟你們看的時候 你都跟我說 你看完會怕怕的 那現在為什麼會這麼 就會覺得很好看 因為它第一集的時候 是 學校的期待不可思議 會有鬼怪的程度 那這樣的話 如果有那種 比較容易害怕的小孩的話 那你會建議他從哪邊看 可以從第八第九集先看 因為它裡面是AI 比較不會有鬼怪 那這個有這麼多本 你有最喜歡哪一集的故事 裡面的什麼故事 是這本超能力少年 裡面的空中漂浮那一篇 因為 迷野真實看破了疊野力 所有的計謀 超級厲害 像迷野真實第一次跟疊野力對決時 疊野力用超能力把槍匙 放到水裡就融化了 如果是我 我也會以為是超能力 但是真實看一眼就知道它的超能力 是用科學的原理 的 那些野力也很厲害 它有辦法轉移話題 讓人家沒有覺得它做錯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個都很厲害 好 最後你有推薦這樣這套書給怎樣子的小孩 適合看法 因為這套書沒有注意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三到六年級的小孩 或者是喜歡 推理 科學 刺激 這類內容的小孩也可以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博客來購買唷 我們今天 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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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刺激 mineral 品質 摩索 摩索